哈囉大家好我是芬妮 今天又回到我們的日文說書單元 其實我一直想要幫那個單元取一個名字 像是我想了一些叫做你看看 或者是你也看些書 就是感覺聽起來對了一點就是兇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比較理想的這個系列 說書系列的系列名稱可以在下面留言建議我 那今天我們要看的書呢是就是 了不得的書它是最近在Amazon的Kindle排行榜的綜合排行第一名 中文我把它翻譯成 有沒有翻起來好像很文青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漫畫 然後作者是渡辯彭 講說它從一個很小的契機裡面發現說 欸好像我們這種生活中的必需品 其實並不是真的必需 它其實是可以試著放手 或者是用別的東西來取代 然後就從家裡的東西到身邊的東西 到它甚至也放手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偏見等等的都有就是放手 然後它這本書呢我也很推薦給就是想要學日文的人 那推薦的原因呢就是關於日文學習的部分 我會放在這個影片的最後面 那今天我就想要分享幾個我特別有共鳴的章節給大家聽 第一個呢是電子炊飯器 炊飯器就是那個煮飯鍋啦 那它這個呢其實是它第一個放手的東西 那它其實那時候呢就剛好是一個很巧的契機 就是他們家的這個電子煮飯器呢 剛好電鍋 剛好壞掉了 那想說怎麼辦 可是因為它的米已經熄好了 然後就拿出他們家的砂鍋 然後想說好像也有看過一些高級料理店 是用砂鍋去煮這個白飯 然後上網查了一些食譜之後呢 它去煮這個砂鍋白飯 發現煮出來意外的非常好吃 而且它在用這個砂鍋煮飯的時候啊 因為它其實大家需要就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有時候是要讓它悶蒸啊 有時候是要讓它泡水等等的 然後在這個時候啊 它就會去收拾一下房間 然後就發現說 欸怎麼好像只是換了這個煮飯的道具 但是它這個生活啊 就比如說打掃啊等等的 也變得更輕鬆了 因為它利用這個煮飯的時間 去做了一些別的順手 做的一些小整理 然後它就覺得說天哪 就是這個換了一個飯鍋 好像就改變了 讓我整個生活都變得更有趣了 那就是因為這個砂鍋事件呢 作者第一次發現說 欸其實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必需品 它的這個必需 可能只是因為我們覺得說 欸大家都有 普通的家庭都有 所以就會覺得 不知不覺覺得它是一個必需品 但是其實 並不是真的必需的 所以呢 它就開始漸漸去觀察 它生活中很多就是其他的部分 那下一個作者放手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有趣是 底妝 不知道大家出版會花多少時間化妝 像我如果是出門的話 我可能就會就是 要花蠻多時間遮黑眼圈 因為我有過敏性鼻也很嚴重 然後黑眼圈是 純黑色 非常的黑 那作者啊 他也是就是出門的時候 因為他比較在意他的斑點 所以他都會上很重的那種 底妝 就是遮瑕膏上好幾層 然後再上底妝那種 那他就發現說其實如果熱的時候啊 或者是他笑啊什麼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他的那個底妝可能會浮粉啊 會有一些那種白白的芝麻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為什麼就是 我很努力的化妝 但是妝感卻又中我的差呢 但是不遮重一點 又遮不住這個斑點 他就很苦惱 那有一次在 跟女生朋友的聚會上面 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其他女生朋友也都有這樣子的困擾 然後就覺得說 就是想要遮瑕疵 但是又覺得說 很快這個妝就會因為妝太厚 然後就糊掉什麼的 然後很困擾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就站出來說 欸我其實是沒有化底妝的欸 然後大家就很驚訝 欸可是你妝看起來這麼完整 你居然沒有化底妝嗎 然後他就說 對啊其實我這個底妝的部分啊 我只擦了潤色的防曬 然後再上一點蜜粉而已 然後其他就是彩妝的部分都是有化 像是比如說眉毛啊或者是眼線 或者是唇膏 彩妝的部分都有化 只是底妝的部分呢就是 省略非常多步驟化最簡單的底妝這樣子 然後作者聽了之後就 大為震撼 就覺得說 天啊就是 他看起來妝這麼的完整 然後在他說之前也完全沒有 感覺到任何的違和感 但是他竟然是 只化了這麼少的底妝嗎 那作者就覺得我也來嘗試看看 然後他就變成說他出門的時候啊 他就是只擦了防曬 然後上蜜粉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還很緊張 就是只去了 就是附近的公園做著 就是說要讓自己習慣這件事情這樣子 他就從這樣子慢慢的 然後就養成習慣說他出門的時候 除非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然他的這個妝 底妝的部分就是防曬加蜜粉 然後他就發現說 欸這樣子他就 比如說他吃東西擦嘴的時候 也不會擦到就是粉都掉了 或者他醒鼻涕的時候 也不會整張面子都是粉還要補 然後他也不會就是說 欸到了下午然後整個粉就糊掉啊 或者是冒出白芝麻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粉 所以也沒有粉可以糊 他會覺得說欸怎麼好像就是沒有底妝的生活方便很多 而且就是只有這樣子擦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以前很怕 讓人家看到的這種斑點啊等等的 現在也會覺得說 欸其實周圍的人在我 把斑點點 把斑點給赤裸裸的展露出來的時候 對我的態度還是完全沒有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欸會不會這個斑點呢 是我自己想那多 其實大家根本就沒有那麼仔細看 或者是大家根本就不在意呢 然後他就覺得說透過這個 把底妝放手的這個動作 其實他就是覺得說自己好像對於自己的臉 的這個部分有了一點自信 然後看了這個之後呢 真的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最近出門的時候呢 也是擦那個理膚保水的潤色防曬而已 然後這個黑眼圈就出門了 那第三個我覺得非常有趣 坐著他放手的東西 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自我貶低的想法 有一次坐著他去幫他姐姐搬家的時候 姐姐他有非常多的衣服 然後就說啊我這些都帶不走 那我就去送你好了 你想要的都可以拿 然後姐姐就拿起一件 紅色的洋裝說這件怎麼樣 我覺得很適合你 你要不要穿穿看 然後坐著就說 啊我這種大紅的洋裝 我不適合啦 然後姐姐就說不會啊 我覺得你很適合啊 然後就逼他拿回家穿穿看 然後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蛤可是我平常就是都不穿這種衣服啊 然後就是我這種人怎麼會 穿這種衣服 會被大家笑 然後他就忽然進去說 欸我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我怎麼會 腦中自言自語的時候 浮現我這種人 的這種貶低自我的說詞呢 但是即使他意識到這件事情 還是覺得說 可是穿大紅的洋裝還是 太奇怪了 太不適合我了 所以他就把那件衣服 就冰封在衣櫥裡面 但是他就看到一個 改造素人的綜藝節目 然後就會在路上找那種就是 妹妹 穿個比較簡單 比較樸素的妹妹 然後幫她換衣服 然後那種造型師挑的衣服啊 然後妹妹這時候就說 蛤 我自己從來不會穿 這麼誇張的衣服 然後妹妹去換之後 然後碰就覺得 完全是好看很多 然後很有著氣什麼的 然後碰就忽然就覺得說 啊 所以姐姐說很適合我的 那件紅色洋裝 會不會其實也是我自己 對自己的評見 覺得自己不適合 其實別人看到 我會覺得我穿那件衣服 是不奇怪的呢 所以碰有一次 他跟他老公出去約會的時候 他就鼓勤勇氣 穿了那件紅色的洋裝 然後結果他老公就說 欸很適合你啊 很好看耶 然後老公完全沒有覺得奇怪 然後碰也覺得說 天啊原來就是 其實我是可以穿這樣子的衣服的 然後就把那種 就是看到這種比較好看的衣服 比較有設計感的衣服 然後就下意識的覺得說 喔我不適合這種衣服啦 我不適合的這種想法 貶低自己的想法呢 給戒除了 雖然一開始是蠻需要練習的 但是他就是有發現自己有這樣子的 想法有這樣子的淨淨淘 那 就有就是下意識的慢慢去練習 這整本書啊 就是他有重複非常非常多 放手各式各樣子的事情的流程 那我發現他的流程都是就是 四個步驟 就是 觀察 發現 放手 記錄 什麼意思呢 就是觀察的時候 就是他會先觀察自己的想法 還有自己的日常行為 然後才會去發現說其中有存在一些不合理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偏見 那第三個步驟才會適合去放手 去改善看看 然後在實際嘗試放手之後呢 他會把這個過程 還有他帶來的影響給做一個紀錄 所以在做紀錄之後才會發現說 欸其實不只是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影響 有時候他也會蝴蝶效應影響到一些別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步驟 這個四個步驟啊 都是代表說我覺得做著他是非常用心 在生活 然後觀察他自己的 這本書啊 我真的大大大大推 給想要學日文 或者是已經在學日文的大家 我覺得他大概是N3N2的程度 就可以開始試著讀讀看這本書 因為他是漫畫 然後他的這個漫畫的感覺啊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很簡單的文字 那這些簡單的文字呢 卻不會像有些漫畫它是 因為就是一般我們看的漫畫 比如說少年漫畫 比如說你看七龍珠或者是海賊王 他們都會有一些比較熱血的角色 那你知道熱血角色或者是男生的角色 他講話其實是會比較 中二 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會有一種漫畫裡面很正常 但是講在生活裡面 日常生活裡面其實是很怪的那種用字 但是這本書呢 因為他寫出來其實是一個非常OK的女生講的話 因為這個作者他在這本書裡面的形象 他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他不太會講一些奇怪的話 所以他講的這些用詞 潛字我會覺得說大家如果拿來在生活中直接講的話 也是很OK很序當的 那同時也很推薦這個作者他其他的書 因為我後來就看到這個作者還有其他的書之後 我就把他就譬如說減肥35公斤的書 等等也都看完了 然後就是他的書都非常的好讀 然後非常的輕薄短小 很推薦給大家啦 好那今天的這個日文說書系列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記得要追起我的YouTube跟Instagram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我是Timony 掰掰 們下支影片見 abo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